今年游戏俄罗斯方块 混是在今年40年了 因此伦敦有一个超大型互动的俄罗斯方块 现场开放民众互动 一次可以让七个人同步在一起玩 而另外还有巴黎游戏州 我们带你去看吸引了20万人造访 不过全球游戏业目前不断在裁员 今年全世界游戏业的产业 已经有13000多人丢掉饭碗 伦敦市中心这块战地近650坪的场地 挤了满满人潮 全都抬头望 等着参与一款风靡全球40年的经典游戏 互动式的俄罗斯方块 开放现场民众一起免费玩 只要拿起手机扫描QR码 再下载APP就能参战 一次最多能让七个人同步体验 玩家拿着手机随意找个空地席地而坐 不怕任何视线上的死角 因为这是360度的巨型LED萤幕 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 共有四层楼膏 我们很肯定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 这是世界最初的 你有没有能够玩《Tetris》 像这样的一样 所以外面的视线是 4个小小的26K 互动视线上的视线 与特别的视线上的视线 最初的俄罗斯方块是由前苏联一届软体公司 在1984年推出就此风鸣全球 截至13年前的2011年就已经在各平台缔造 两亿两百万份的总销量 如今开发商再接再利 在今年推出了新手游 俄罗斯方块拼图世界 而这场人人都能共襄盛举老游戏新玩法 不只让大朋友重温复古情怀 就连最新Alpha世代的小朋友也乐在其中 我觉得很酷 但还有一点疲倦 因为我还没听到7岁 我一直在她的年龄 在法国巴黎也有一场游戏戒顺势 法国最大的电玩贸易展刚刚落幕 现场同样热闹非凡 因为除了有最新游戏供民众抢先试玩 还有无数的动漫迷 打扮成自己喜爱的人物角色来共襄盛举 法国的角色扮演风气 在近几年有越来越茁壮的趋势 全国各地的角色扮演者 达从2016年开始 就会前往一年一度的法国cosplay杯 争夺最佳服装造型奖 而这场为期五天 已经迈到第十三届 在凡尔赛门举办的大型游戏展会 预计吸引20万人到场 法国的游戏市场出现反弹 营收在去年突破60亿欧元 只是全球游戏产业的裁员动荡 还在持续 打从今年以来 已经有一万三千多人失业 就连法国本土的游戏巨头玉璧 也有七百多名员工 在上新期发动罢工 玉璧更宣布 要把备受瞩目的新游戏 延后到明年二月再发行 TV月圈总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